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武漢肺炎病毒 全球疫情直擊 截至到3月2號 新冠肺炎已經傳入了 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全球75個國家和地區 那麼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韓國、伊朗和意大利 仍然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我們帶您看到最新的情況 韓國疾控中心3月2日通報最新疫情數據 單日新增599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累計已達4,335例 死亡人數增至26人 其中90%的確診病例來自大邱市和慶北地區 與此同時 韓國還在繼續對更多民眾進行病毒檢測 目前仍有超過3.3萬人等待檢測結果 受疫情影響 韓國決定再次推遲中小學 和幼兒園的開學時間 從3月9日推遲到3月23日 同時 軍方開始投入防疫工作 協助對街道進行消毒 設置流動診所 及改建醫院等 日本本土3月2日新增12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254例 死亡6例 首相韓北晋三當天表示 將推進立法以更有效的抑制疫情蔓延 印尼週一首次證實 境內已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患者是一對母女 此前曾與一名日本籍女子有過接觸 該日本女子2月28日在馬來西亞 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3月2日 伊朗官方通報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暴增523例 新增死亡12例 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1500例 總計66人死亡 同時 外界繼續質疑 伊朗通報的數據 遠遠低於實際的感染及死亡病例 伊朗當天還宣布 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的顧問團成員 米爾·穆罕默迪 因感染新冠肺炎已死亡 歐洲最大的新冠疫區意大利 累計確診人數已高達2036例 單日新增335例 死亡52例 從週日到週一 捷克 蘇格蘭 愛爾蘭 葡萄牙 恩道爾 拉脫維亞和約旦 相繼出現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患者幾乎都曾前往意大利旅行 截至3月2日 歐洲已有28個國家出現新冠肺炎病例 累計確診人數達2249人 死亡44人 法國週一宣布 新增61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病例達191例 死亡3例 由於擔心被新冠病毒傳染 法國羅夫宮的工作人員自週日開始罷工 週一 羅夫宮繼續關閉 但包括愛菲爾鐵塔和迪士尼樂園在內的 巴黎其他旅遊景點仍正常開放 受法國疫情的影響 非洲國家塞內加爾出現了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患者是在塞內加爾居住的法國人 2月底剛從法國返回 截至3月1日 美國各州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例達91例 華盛頓州西雅圖地區有6人死於新冠病毒引發的疾病 但美國總統川普相信 美國可以很好的控制住疫情的發展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最近日本迎來第二波的搶購潮多家的超市 出現了收貨用品斷貨的現象 當地民眾向本台記者表示 這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多的不便 我們來看本台記者發自日本的報導 最近一些商場超市的日用品出現了缺貨現象 比如衛生紙 紙巾 尿布濕的貨架上面都是空的 這是繼口罩消毒水出現缺貨之後出現的第二波缺貨現象 受中國疫情的影響 東京很多超市的衛生紙等日用品受清 搶購現象的背後可能另有原因 但是日本官方表示 紙類產品的原材料多來自巴西 越南 泰國等地 與中國無關 目前日本貨源充足不必擔心 民眾大多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 看待搶購的現象 專業人士分析表示 雖然疫情對日常生活造成了影響 但都是暫時現象不必困惑 新唐人 日本記者站報導 新唐人 日本記者站報導 紐約宣布出現了首宗新冠肺炎感染者 患者目前在馬哈頓家中自我隔離 他曾去過伊朗旅遊 紐約州長和市長隨即宣布 一切都在掌控當中 民眾不要過度的恐慌 我們來看記者柯婷婷發自美國紐約的報導 紐約州長庫默透露 這個首宗確診的人 他的職業是一個醫護人員 他曾經去過伊朗 去過伊朗回到美國以後出現了灰溪道疾病的症狀 目前正在家裡自我隔離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先生也是醫護人員 很有可能也會呈現陽性的反應 這名女子與她先生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 由紐約西奈山醫院進行 目前兩人都在馬哈頓的家中自我隔離 情況穩定 並接受密切的醫學監察 我們會接受密切的人 我們會接受密切的人 在伊朗到新約去紐約 以及那車的車的服務員 再次他們是健康的工作人員 他們之前接受南西奈山醫院 他們進入 他們要求所有的措施 他們在家裡 在家裡 庫默認為紐約的情況 不會像其他國家地區那麼嚴重 因為紐約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醫療系統 紐約州市都有病毒實驗室 可供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市長白思豪則表示 政府信息公開透明 民眾可以正常生活 不需要過度恐慌 這是一種情況 但實際上 在紐約在紐約 我們在這種意見 從開始說 它是來的 這是真正的事 大家要準備好 要從第一天 要從第一天 在華人拒絕區法拉盛 民眾普遍表示樂觀 因為紐約才只有一例 因為 再加上美國應該對這個事情 有充分的準備 我不擔心 新唐人記者柯廷廷 韓瑞 紐約報導 各國相繼爆發疫情 我們帶您去紐約的時代廣場 聽聽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 怎麼看待這場疫情的呢 我們來看記者王愉賀 發自美國紐約的採訪報導 昨天紐約是確診了第一起肺炎案例 我們來到時代廣場 看到依舊是人來人往 沒有人戴著口罩 那我們來問問看 從世界各地來的遊客 他們是怎麼想的 許多民眾表示 對政府防疫有信心 政府部門其實都做得很好 當我到了航空 當我到了航空 有很多水平的水平 有很多水平 也在這裡 也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說 他們都做得好 讓我們安全 每個人 都保持人家 在美國 它是不太好 給我 每個人都做得到 我認為我們可以 控制它 我只要保持我的手 我保持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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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保持人家 或保持人家 美國將在六週內 對冠狀病毒疫苗 進行臨床試驗 有民眾認為 很快就會有 醫療上的應對措施 我們之前 有過這種類似的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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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不同的 疫苗 你叫它 剛剛採訪下來 發現民眾都不太擔心 他們都認為 美國政府的防疫工作 做得很充足 相信平常 只要注意個人 衛生 勤洗手 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和生活不用害怕 新唐人記者 王愚赫 奧利福 紐約報導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洛杉磯部分 法輪功學員 在蒙特利公園市 舉辦練功集會 其真相長城活動 祝賀3.5億人 推出中共黨團隊的邪惡組織 並且告訴人們 在武漢病毒面前自救的方法 一起來看一下 2月29日上午 在優美音樂的伴奏下 法輪功學員們 開始練起祥和的五套功法 有大陸民眾表示 法輪功給人一種 善良真誠的感覺 我主要是 剛從國內 過的時間不久 到了這之後 發現法輪大法 活動不是我過去 接觸的那樣 但是我通過 到了美國之後 我看到 接觸的 這裡面的一些朋友 我感覺他們都很善良 都很真誠 而且更體現了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 非常友好 非常善意的那一面 有法輪功學員表示 今天來這裡的目的 就是希望人們認識 身心健康的法輪大法 今天在海外的話 這就是一個 就是說能夠讓人客觀的 去看到就是 事物的本來的一個面目 到底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對人 身心有益的一個工法 所以說今天是過來 就是想讓給大家 就是這個社區能夠去呈現一個 事物的本來的面目 讓大家自己去思考去判斷 法輪大法真的是讓人身心健康的 一個非常好的工法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機會 來看到這個大法 認識了解大法 現場法輪功修煉者表示 中共一再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草菅人命的做法 讓民眾進一步認清了其邪惡本質 從一開始隱瞞疫情處罰 公佈疫情的吹哨人 到疫情爆發之後無可挽回 開始塑造它的光輝的形象 這一切無不顯示了 共產黨假惡鬥的本質 今天我們在這裡的目的是 為了讓更多的中國民眾 認清共產黨邪惡的本質 當天法輪功學員還舉行了 集會和真相長城活動 洛杉磯退黨服務中心 負責人李海倫表示 修煉法輪功 可以增強人們身體的免疫力 並分享了在疫情面前 能自保的方法 趁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也是有什麼 天無絕人之路 那麼信則靈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有兩個辦法 你不妨可以試一試 來躲過這一次天災 一個就是誠心地誠念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因為法輪大法是佛家的上層修煉大法 他要人按照真善人去改變自己 做好人 你是個善良的好人 神佛當然就會保護你 另外他呼籲天滅中共時 不要做他的陪葬 退出中共就是保證自己的安全 新唐人記者楊洋洛杉磯采訪報導 為了因應新冠病毒 美國連鎖百貨公司塔吉特 在紐約舉行的分析師和投資者面對面會議 將改為網絡直播 帶您看一看 總部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 美國零售業巨頭塔吉特 原進化週二上午在馬哈頓 舉行零售商會議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 首席運營官 以及首席財務官均進化出席 並發表演講 面對面會議雖然被取消 但該公司高管仍將通過網絡直播行事 在美東時間早9點 與分析師進行會談 探討第四季度成效 以及回答分析師問題 塔吉特計畫在週二收盤前報告其收益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學博士張家敦日前在美國 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發表演說 提醒與會者 美國和中共的戰爭已經開始 張家敦在演講中表示 中國民眾哀悼李文亮之死 以及多位學者連署人大 呼籲還民眾言論自由 表明中國民眾意識到中共是病毒源頭 張家敦說 中國民眾第一次 開始擺脫對中共的恐懼 中共衛健委高級專家組組長鍾南山2月27號聲稱 新冠病毒源頭不一定在中國 隨後 中國網軍開始攻擊美國 張家敦提醒 中共在末日新台下可能進一步傷害美國 演講的最後 張家敦提醒與會專家 和中共的戰爭已經開始 2月26號 美國政府宣布將建立剝奪國籍科 華盛頓消息人士表示 美國正在為和中共對抗升級做準備 新唐人記者畢新慈 田瑞綜合報導 中共日前宣稱 江蘇省完成了全球第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 在短短5天找到了供體 引起了外界的追問 2月29號 中國江蘇省肺移植專家陳敬宇團隊 為一例新冠肺炎的患者進行了雙肺移植手術 據中共官媒《新華網》等媒體的報導 患者在江蘇省 是59歲的男性 1月26號確診新冠肺炎 經過治療後 2月24號核酸檢測已成陰性 但是雙肺功能已嚴重受損且不可逆 2月24號當天 專家討論認為 該患者需要肺移植手術才能存活 短短幾天後 就從河南省找到一個肺源 2月29號運到了江蘇 當晚實施了雙肺移植手術 這個肺移植手術呢 作為一個急症移植 器官來著快出去 重找器官 配型 得到器官 這個過程僅僅在三四天世界 出乎常規 全世界器官移植最發達的美國 這樣的大器官移植 一般則等2到3年 肺臟共體稀缺是全球難題 去年12月底 中共官媒《中國新聞網》還轉載了文章 肺移植為什麼這麼難 文中提到 肺移植需求量很大 但是共肺有限 平均50個病人在等一個肺 其中2、30個病人會在等待中死去 按照國際慣例計算 正常情況下 卷限登記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七 而且死了以後因為生活方式 年齡啊 或者疾病啊等等 最終只有1%到2%的登記過的死者 符合提供器官的條件 如果從事個比例算的話 中國的30萬 卷限者千分之七就是一年2100人 那2100人1%到2%可以提供器官呢 這就是21到42個人 那365天 這一天多少 所以是正常鑽線 這個可能是很小的 此次的主導醫師陳敬宇 被中共官方稱為中國肺移植第一人 但是美國追查國際組織指出 他多起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不明 因而將他列為涉嫌活摘器官的重點追查對象 他有一篇論文 2012年1月29日發表的 卡蒙在2002年到2001年1月 撤取了100例肺 做了肺移植 這個無錫師的機關鑽線是 2011年7月份才開始 一直到2017年才鑽了29例 就是說那100例集團他不是鑽線的 第二個 他全部在他的肺移植中心做的 他也不是死刑犯 因為死刑的執行是很嚴格的 他在尋找 不可能在實驗室裡去手 追查國際組織通過13年調查 以大量的證據交叉驗證 確認中共大規模活體摘取 在押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相關報導可以登陸追查國際的網站查看 星堂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中國監獄是疫情的重災區 中共官方宣稱2月29日一天 武漢就有233名在押人員去診 但是外界認為 這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 官方公布2月29日 武漢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65例 其中堅所在押人員233例 全市累計共有806名堅所在押人員確診 而外界普遍認為 中共官方的數據不可信 實際感染人數應該遠遠高於官方數據 曾坐過牢的武漢市民江先生認為 中共會讓染病的囚犯自生自滅 曾坐過牢的湖北訪民王先生表示 他待過的一個監區下面有分隊 一個分隊200人 一起勞動 很多囚犯飽受精神和身體雙重虐待 一死就好幾個人 因此一方不會善待染病的囚犯 三月一號有消息稱 平靜了快一週的武漢各醫院重新爆滿 病人主要來自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2月15日投入使用 到今天剛好14天 武漢市政府愚蠢製造的交叉感染 把武漢市民推向深淵 2月21號中共官方曾公布湖北、山東、浙江三省的五所監獄 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其中過曝光疫情 半數確診病例發生在湖北省三所監獄 隔天 一名從武漢女子監獄刑滿釋放的女子 在封城的情況下回到北京家中 26號確診 引發輿論嘩然 新台南記者雄斌 黃宇寧 採訪報導 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之際 中共推出大國戰役一書 吹噓中共當局應對疫情的元件和領導力 引發全網的抨擊 但是從3月1號起 該書突然下架 引發外界的猜測 中共於2月26號推出長達200多萬字大國戰役一書 為領導曾歌功宋德 由於目前全球染疫及死亡人數仍在攀升 無數中國患者仍在生死線上苦熬 中共此時出書自吹 引發了全網憤怒聲討 有網友提醒 大國戰役可能會被禁 要火速買下 有歷史意義 將來都是這個荒唐時代的見證 以及共產黨罪行的物證 但許多網友從京東 淘寶 蘇寧等主要營銷商 以及一些書店那裡去查詢購書 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暫無報價 暫無商品 或該商品已下架 為什麼突然下架這本書 網友們分析了種種原因 包括消除大眾記憶 疫情記錄又不符合高層的意思 凡想不理想 有翻車可能 所以延後放行等 旅美中國學者伍作萊認為 現在防疫形勢非常嚴峻 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危機深不見底 中共的抗疫形勢也不樂觀 所以把這本書壓下來 這次大戰是中共高層失誤造成的一個災難性的事件 這種事件應該追究的是責任 而不應該去過共送得 那這樣一本書如果出來了的話 它這種違反民意 違反民心會遭到全方位的嘲諷 可想而知 而且現在大家怎麼買到這本書呢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建認為 中共媒體開足馬力大力宣傳這本書 現在突然下架這本書 並不是因為她擔心老百姓的聲討和憤怒 這個關係她可能用這樣一個方式呢 撤掉這本書 來做一個平衡 張建說 據中共內部傳出的消息 中共不知疫情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是怎麼傳染的 它的防疫措施全失敗 卻出了這麼一本書 諧音就是你書定了 中共出於對自我滅亡的一種恐懼心理 所以把這本書下架了 清唐人記者長春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 目前傳出 不斷有醫務人員在第一線喪生 河南寶峰縣一位一線的醫生 連續工作39天以後突然去世 但是諷刺的是 該線自稱 24天都沒有新增確診和疑似的病例 大陸媒體報導 河南寶峰縣中醫院 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副組長袁洋洋 突發心臟驟停 經搶救無效去世 年近36歲 醫院工作人員表示 袁洋洋已連續工作39天 家中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 袁洋洋去世兩天後 消息才在視頻網站上最先曝光 新唐人記者雨薇綜合報導 根據中共統計局最新的數據 受新冠肺炎影響 中國2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暴跌 創由記錄以來的最低值 帶您瞭解 中共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會 2月29日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 中國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35.7% 比上月大幅下降14.3個百分點 顯示新冠肺炎疫情重挫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是監測和預測 國家總體經濟情況的重要指標 50%為融枯線 在50以下意味著製造業活動在萎縮 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35.7% 而此前的最低值為38.8% 發生在2008年11月的金融危機時期 2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29.6% 比上月下降24.5個百分點 另外根據中國交通銀行 金融研究中心監測的數據 2月中旬以來 六大發電集團日均發電耗煤量在40萬噸左右 比去年同期下降40%以上 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發布的一組衛星圖片 可以看作是一個側面的印證 這組圖像著重於二氧化彈的水平 對比了中國大陸上空2月10到25日 和1月1到20日的污染程度 顯示2月份的污染明顯減輕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帶你來看疫情相關的一組新聞簡訊 武漢肺炎大疫當前 中共仍然沒有放鬆對法輪功的迫害 根據法輪大法明慧網的統計 今年1月20號到2月16號 短短的27天 就至少有6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致死 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中共軍隊 中共國防部28日宣布 2020年上半年徵兵工作延期 部分大型軍演也被叫停 外界質疑疫情恐影響中共軍隊作戰能力 美國國會日前曾指出 這場疫情讓中共軍方原形畢露 他們既不能齊家更無法平天下 武漢肺炎全球肆虐 香港也遭疫情衝擊 根據香港衛生署公布的資料顯示 25日晚間確診的第85宗個案 是60歲女富豪周巧兒 消息傳出後 令他與中國前跳水冠軍 福明霞等居住的超級豪宅區 以及他所接觸過的富豪圈 人性惶惶 前往台電視整理報導 鏡頭轉向台灣 台灣2號新增一名無症狀的武漢肺炎確診者 是第34號案例確診婦人的女兒 目前全台的病例累積達41例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 科學有極限擔心極限以外的事情 只會是徒增恐慌 為了避免爆發院內感染 全台各大醫院也拉起了警報 嚴經探病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台灣在天一名無症狀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是案34的女兒 曾到醫院照顧 一採陰性二採陽性 宣布確診 目前與案34相關感染人數已有6人 案34退休婦人 也是台灣首起院內群聚感染指標個案 在案情尚未釐清下 被指出於案24北部婦人 曾在同一家醫院 他們是在同一家醫院沒錯 那住院時間點 第一個就是兩個都是有從急診進入 那急診時間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們住院的在完全不同動的病房當中 那第二位住院的時候 那其實第一位也已經進到交付病房裡面去了 所以在病房單位是完全沒有重疊的 諮詢小組召集人張尚淳強調 在追查過程中沒有發現醫護人員交叉 以及兩個病人之間也沒有交碰的機會 也有專家指出案35的清潔人員才是源頭 將爆發院內感染一說 衛福部長陳時中回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可能早就爆發了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我們要持續的去把疫調做得更清楚 再跟各位來做報告 嚴禁看探病 探病不是看病 探病 不要到醫院去探病 那麼一方面也是保護自己 一方面也是落實醫院的感染管制措施 剛好在這14天內 如果是慢性病的患者 因為藥物已經用完 那麼可以由家屬或委託 到長期就醫的這個醫療機構 那麼去拿這個已經剛好用完的這個慢性藥 另外長庚醫院體系提升防疫力道 公告14天內有中港澳、日本、韓國、泰國、 新加坡、伊朗或義大利旅遊史民眾 暫緩探視病人、就醫或檢查 但緊急醫療不在此限 對此陳時中表示 醫院有醫院的管理都予以尊重 新華爾雅特電視林秋霞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好的 這就是本期的武漢肺炎病毒全球疫情之際的情況 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健康平安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見